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练习耳朵 看看我们的网友 C283号 发的帖 非常中肯 正确 客观 简单说 他认为这个 练耳 不管阴诚 阴阶 和弦天 你都可以自己在练习 随时在练习 而且呢 练耳的教材 市面上很多很多 那何必大家还要谈这个问题呢 不过还是很多 这个网友 指名道姓 一定要我 把这个问题谈一谈 以前也有人问过 那我现在就 用最简单的方法 向各位做个介绍 我想大家会很失望 八个字 送给大家 音乐不好啊 练耳没用 如果你的音乐不好 你怎么练耳朵都没用 有很多人不练耳朵 天生就很好 但是他音乐还是很烂 有的人 你敲下玻璃 背 他都知道那个什么音 A sharp A flat 但是他音乐呢 一塌糊涂 我想 他那个天生的耳朵好 你呢 练了半天 最多跟他一样好 那还是跟他一样 音乐很烂 不是说耳朵练好了 音乐就好 没这回事 但音乐好了以后呢 耳朵自然会好 翟老师一辈子都没练过耳朵 除了在学校里面 上过一日吃尼科以外 我根本从来不练耳朵 但是我音乐不会很烂 所以你相信 相信我 你的音乐好了 你的耳朵自然会好了 你耳朵练好了 你的音乐还是一样 很烂 教你音乐不好的话 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 你音乐 不好的话 你耳朵练 怎么练都没什么用处 练得再好了跟他一样 可是你 音乐好了 你把音乐学好的话 你耳朵不练 他也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要问我 介绍什么这个好的这个 视听教材 就是练耳的教材 那我就 向各位介绍 就是你线在手上的 就是你线在手上的 绝 四书 基础院里 和学应用 节奏 绝奏 练习 还有一个和学应用 那四本 就黑山教材里面的 前四本 交流教学里面的 前四本 绝世四书 那是我用最好的 练耳的教材 我见过很多练耳的教材 我觉得都不理想 光是训练 你一个音高的在练习 pitch 哪一个音哪一个音 一直练习这个东西 完全不全面 四书里面讲的什么 除了音之外 你的音阶 音程 三和弦 七和弦 和弦怎么运用 和弦的进行 然后节奏 老摇滚 心摇滚 爵士 节奏都在里面了 然后旋律方面 整本旋律的分析 都在里面了 你有没有 做练习 你有没有弹 如果你把这个四书的东西 都做了练习 写 写完你没唱 手调式 固定式 你又没唱 另外你没弹 你弹的时候 你耳朵没有用啊 你弹十二个调 你就听到十二个调 你弹朵然名话说 你就听到十二个 朵然名话说 你弹任何音程 你听到音程了 弹三和弦 你听到三和弦了 弹七和弦 同样你听到七和弦了 弹和弦进行 都听到了 而且每个都是十二个调 取一反十二 那如果你你的耳朵现在还不好的话 我想你四书根本没有做练习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把四书好好做练习 不但你的乐理好了 弹奏好了 那你的诗唱也好了 恋儿也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好 那你为什么不好 还是那句话 你四书根本就 买了一会儿没有做 练习 没有这个完全消化 很多人是说 这个简单的乐理都看过 都会 你的练习又没做 你又没举一反射 你又没有试唱 有没有 恋儿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 从这个 音阶开始 我们练习音阶最重要了 我说音阶就是 学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 你的二十六个字母不好 你的音 英文不会好 同样你的十二个调 不好 你的音乐一定不好 我讲的音乐 音乐的 音乐的素养 音乐的知识 音乐的理论 不是说你唱得好不好 你弹得好不好 两码声 就是你的音乐要好不好 从这个 十二个调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十二个调 那我们在前面 基础乐里面 前面几页就讲过了 这两个人又没讲过 基础乐里 你翻过去就算了没用 同调的调是 一个调有七个音 多少个调 十二个调 每个调到七个音乐没练习 那就应该像我们那个 你翻开那个基础乐里讲的 然后从那个调的 上面写的清约出 你要唱唱完了要弹 弹的时候你耳朵没听见 你唱的时候也听见了 弹的时候也听见了 所以又练习了 试唱又练习练耳 而且是十二个调 每一个练习都十二个调 如果你做完了就把十二个调的 每个调七个音 应该做很好的一个练习 那你如果这个一方面 了解了七个音 每个调的音阶 另外弹也会弹了 然后耳朵也练习了 唱也唱了 光是这个前面几页 前面几页 好了到下面同名调试 就是一个音又七个调 那我们讲以诗义来讲 道 道 道 辽 米 法 所 拉 希 道 希 拉 所 法 米 瑞 道 辽 变 变 了 道 辽 米 法 所 拉 希 道 瑞 道 希 拉 所 法 米 瑞 等等 那个基索语里面讲过没有 同名调试 一个音要唱齐变 唱不同的调齐变 那你前面这个如果很熟的话 后面这个调就没问题 否则你到这里已经乱掉了 就是唱道 它什么调 唱瑞什么调 唱咪什么调 唱法什么调 它唱七个音就七个调 所以每个音有七个调 现在我们有多少个音呢 十二个音 所以从这上面 一个调七个音有八十四个调试 这个一个音有七个调 也是八十四个调试 你有没有把作业做完 那你有没有 谈八十四个调试 那你有没有唱八十四个调试 你有没有听八十四个调试 你都没有做 你当然耳朵不好 那你乐理不好 也弹奏不好 你的这个试奏 唱这个所谓的 试唱也不好 然后练也不好 四个都不好 如果你把这个全部练了 那也许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能一段时间 如果初学的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都可能要 但是你如果集中力量的话 可能在一两个礼拜以后 或者两三个礼拜 一个月之内 应该把这个通通解决 那就是我讲的 音乐要把这个先解决掉 十二个调 十二个音阶 但是每个音阶都可以 变成 成七 变成八十四个调试 你把这个调试弄得很好 包括 作业 包括弹奏 包括试唱 包括什么 练耳 练练在里面了 这光是前面几页 希望大家再思考思考 你用你耳朵不好的话 你这个好不好 所以你耳朵不好 这个就不好 你根本这些作业都没有做 或者你抄了一遍 或者就在纸上做了一个作业 那你又没有谈一下 然后你又没有唱 你又没有听 OK 这个是音阶的练习 单音的练习 我想我们不要讲太多了 光是单音的练习 大家有没有做到这个 你把单音练好了 我们再往下面练别的东西 我们讲音高 光是一个音高没意义 这个音是A flat 这个音是G 这个音是B flat E不大嘛 那个音是哪个调的音 那个调是唱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再建议 你先把那个前面几页 四书里面 其所谓的前面几页 把这 这一回 举一反十二 一个调 十二个调 一个音又去调 十二个音 举一反十二 举一反十二 做习题 然后脑筋想一想 做完了以后 练习弹 八十四个 然后唱八十四个 然后听八十四个 你都做到了 哪样会不好 不管是了解音阶 这个音阶 熟练音阶 会唱 会谈 了解 并且会听到 你的耳朵里面去了 好了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下面再讲 音程 三和弦 七和弦 和弦 进行和弦运用 节奏等等 我们再下次 不能一次谈完 我们下次再继续 各位谈 练耳 如何练耳 OK